那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是用语音的方式把自己的问题留下来 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怎么来协助他 变成公民 他绿卡能不能结了婚以后带过来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的 因为这个男的也68了 他想找这个老伴呢 如果是他结婚带来呢 这个老伴能不能申请美国的这个福利 还是要变成绿卡或公民才能申请 麻烦专家帮他解答一下 好谢谢 好的谢谢你的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在这个 在后来在第二段的这个生活中 都很想再找第二村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呢 如何帮另外一半申请身份 或者是呢美国的福利 那像这个移民相关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口号小天使今天为大家找到的 移民专家是我们的好朋友 格兰律师事务所杨经理 辛迪 辛迪早安 嘿 早上好 对好 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 绿卡可不可以申请她的配偶移民来美国 答案是肯定的 绿卡是绝对可以申请配偶移民来美国 而且啊 近几年 绿卡和公民申请是一样 都不用排期 那我们知道公民申请配偶 肯定不用排期嘛 这是法律规定的 绿卡呢原则上是有排期的 不过这几年呢就刚刚好都没排期啊 但是呢也不是像这位朋友想的说 我这个回中国去啊 找到一个老伴在当地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带着他去美国的领事馆 办一个签证 然后就来美国了啊 这个答案不是那么简单 您可以帮他申请移民 但是要走程序 程序是怎么样呢 就是您结婚以后啊 要向美国当地的移民局递交IE30的移民资格申请 OK 然后这个申请呢 等移民局批准以后 然后到国家签证中心 这时候才做移民签证的申请资料 然后这个美国的绿卡要做生活担保 这些全部做完了合格了 然后美国领事馆才会给您的老伴 办罪安排时间去做移民签证的面谈 那面谈的时候呢 签证官要确定说你这个婚姻是真实的 这个申请人来美国的目的 真的是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啊 而不单纯是为了这个利卡 所以如果说您在找老伴呢 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年龄 有的时候啊 我们找了一个老伴呢 可能很年轻很漂亮 他这68岁会找了一个 28岁 可能是比较小 但找了三四十岁的有可能 这个年龄啊 如果真的是差了很多 差了十岁以上 也不是说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你要准备很多证据啊 让签证官相信你是真实的婚姻 你才能拿得到签证 要不然的话可以叫你补肩啊 做六四百分钟 就是拖很长时间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这个朋友问到 这利卡跟公民申请有没有区别啊 虽然都没有排期 但是呢 利卡申请在走程序的时候 他做130申请呢 移民局这个处理的过程 大概目前需要两年左右 还是挺久 但是公民申请呢 走130这一步呢 大概就几个月 所以还是有差 所以这位美国申请人 如果你有资格可以申请公民 当然是公民申请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当然了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很关心说 你看我68岁嘛 我找到这个人 估计怎么着也差不多 也要五六十岁了 那他来美国以后 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那我现在68岁 搞不好也退休了 那我们有需要的话 能不能去申请福利 是这样子 福利呢 如果说您是符合 申请这种福利的要求跟条件 你当然可以去申请 也可以享受没问题 但是呢 你要考虑的是说 咱们在移民的时候 不是提到要签一个生活担保书吗 那这个生活担保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担保 说要申请利塔的这个人 来到美国以后 他是新移民 他呢 你有能力养活他 或者他自己有能力养活他自己 不会成为公共负担 那一旦你新移民来了美国以后 你就马上就去申请福利了 那这个算不算就是 违反了我们这个 以前做的这个生活担保 里面的生活担保的当时的这个要求 你一旦违反了呢 政府是会有可能向这个担保人 追缴这个新移民使用过的福利的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您在临福利之前呢 要看一下当时这个政府的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 就是健保了健康保险 因为谁来到美国都要有一个健康保险 那现在的这个奥巴马健保 很多人收入低的话 不是都有一些不同数额的补贴 那这个呢明确的 可以讲说这个不算是公共福利 你来了以后绝对可以去买奥巴马的健保 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收入太低或者没收入呢 奥巴马健保里你就变成白卡 那这个白卡 白卡就是你是完全不花钱的 一分钱月费都不要付 然后呢你看一分什么都不要花钱 那这个白卡到底算不算是公众负担 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要看当时的政策 我们大家都记得说在川普时代 早几年的时候啊 川普时代的时候 真的是那时候很严重啊 这个经济担保 不要说普通的这个 我们以前填的这个经济担保表格 他还有另外做了一个公众负担的表格 要求大家都来填 所以在这个政府政策很严格 而且对移民不友好的时候呢 对白卡这种呢有可能算是公众福利 但是呢在这个政府的这个移民政策 比较友好的时候呢 现在有可能呢 那不算还是公众福利 所以就说这些呢 像这个白卡 现金补助啊 粮食券啊 甚至这个租房补贴啊 这些呢都是要看 到时候的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 所以呢你可能来了以后呢 也不用考虑那么多 来了以后呢 就根据只要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 是可以不领的 像这种白卡啊 现金补助 那就尽量不要领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实在是需要 那没办法 或者突然间得了这个 新冠 当然现在得病没有问题 因为你奥巴马现吧 收入很低 那你付的钱是很少的 对 那因为你突然间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那又可以去领一顶 现金补助啊 什么的 然后就要不要去领 那你实在没办法 你只能领 对不对 以后的事情 政府找不着你来买单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啊 当然如果这个美国公民立场说 我们在美国 以前我担保他的时候 有工作有收入啊 还有房子什么的啊 那后来就慢慢的 我退休了 我也没有收入了 然后我这个房子也卖了 我现在没有资产 你现在没有资产 那你就想 你将来找我拿钱 可能也拿不到了 那这种情况 也就是的确拿不到了 是 没有考虑太多了 但是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你这个担保是不是 是无休无止啊 到底要担保多久呢 入籍以后才可以吗 对对对 这个担保的责任 是要到这个新移民 加入美国公民 以后 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是是是 哇好的 所以这个经济担保的部分 是一直要到美国公民 那刚刚讲的 这些公众负担 如果实物券啊 又或者是 你拿的是这种白卡的话 那也有可能 如果政策比较严谨的时候 比较像之前 川普政府一样紧张的时候 那就算是公众负担啊 那因为现在相对比较起来 如果是拜登总统的话 是不是相对 在过去几年 现在是很松的时候 如果他想要回国去找 这个新的老婆 或是想要申请的话 现在要动作快一点 就像刚才我们的 这个杨经理 Sindy讲的 现在呢 绿卡没有排期 但整个操作下来 也大概要两年哦 所以要做要快嘛 是不是杨经理 对是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移民局的官网 其实在几周以前啊 他移民局的局长 发布了一个声明啊 这个声明呢 就是说 我们国家欢迎移民 我们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然后说 我们知道这个移民的案件啊 近几年积累了很多 我们会尽量在今年年底之前 把所有的案件处理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 说美国 现在的移民政策 开始是比较友好 哎 赶快动起来啊 我们现在看到 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 现在有大量的这个 就是空余的名额出来啊 所以现在可能会比较好的 等于说移民的春天到了 大家家庭时间 有需要的赶快申请 春天到了 谢谢我们格格兰律师事务所 杨经理 Sindy谢谢你的解答啊 好不客气 谢谢大家